刘晓庆结束当晚舞台某话剧演出后现身 现场刘晓庆穿着白色修身礼服套装 配黑色蕾丝内衫凉相 身材苗条尚为傲人 对着镜头侃侃而谈 展霸气首饰 但摄影师未修后期的图片流出后 有网友觉得刘晓庆戴着浓妆 脸部略显僵硬 吓到了果然明星拍照要好好化妆 灯光和后期更重要 但也有网友表示 舞台装本来就厚重 这很正常 说实话 笔者看罢刘晓庆此照片真的被吓到了 我们常说喜尽千华谢人间 说到现在女艺人们 想尽办法用现代技术留住美貌 想从精神上战胜时间的清晰 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想上的状态 倒也无可厚非 刘晓庆曾坦言 一是喜欢运动 刘晓庆说她经常爬爬山散散步 青春在于运动 二是喜欢孩子 刘晓庆说只要一看到孩子 天真无邪的笑脸 生活顿时变得美好 像童话一般 大人与孩子在一起 就像活在童话里 是显得年轻 就像活在童话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晓庆